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最近啊,出了一个女朋友,这马上就商量着要结婚的 结婚那么大的事,怎么那么快就下决定了,你还是先带回家让姐看看吧 姐,这带回家是绝对要带的,只不过我不想这么走 你啊,龙龙,就带过来吧,带过来让姐看看把瓦关 现在的女孩,半斤的多,看她人怎么样 姐,这说的什么话呀,萌萌啊,她啊,人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啊,心地很善良的,她才不是那种拜金女呢 偶尔啊,我啊,给她买一些化妆品啊,包包之类的 她都不让我给她买,她呀,不是那种势力的人 不是那种势力的人,你也应该带回家让姐看看 姐,比你大好几岁呢,经历的多 弟弟啊,现在世界多复杂,你把她带过来,姐考验考验她 姐,你这样对她不是太好吧 龙龙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就这样决定了 明天,你把她带过来,姐,给你把把关 行,那既然姐都说出来了,那就这样做吧 那行,姐,我啊,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好,那你去吧 行 萌萌,这里啊,就是我家 哎,夏姐啊 你啊,你啊,先去给我们两个倒杯水 好 萌萌,你啊,第一次来我们家,怎么样 我们家装修风格,你喜欢吗 嗯,你家装修风格挺好的,我挺喜欢的 萌萌,你看啊,我们家这个风格呢,是英文啊 萌萌,当初啊,我妈,我爸,她们设计的 现在啊,只要我们结婚了,这个装修风格 可以啊,根据你喜欢的风格,进行简单的改装 萌萌,我觉得你家的装修风格不用改装了,我挺喜欢的 你喜欢就行 萌萌,以后啊,只要我们结婚了,你啊,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萌萌,喝水,谢谢你啊 萌萌,你看萌萌也是第一次来我家 你看,她啊,一会儿你要好好照顾她 我啊,公司里还有一点事情,我要去处理一下 你啊,一会儿给她做点饭,她还没吃饭了 嗯,看冰箱里还有什么吧 你捡一些菜,给她做一点 嗯,对了,咱们冰箱里啊,还有排骨 排骨啊,你给萌萌拿出来,再给她炖一个排骨 萌萌最喜欢吃排骨了,知道了没 知道了,龙龙,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萌萌的 那行,萌萌姐,这个家要交给你了 萌萌,你啊,第一次来,不要感觉陌生 哎,你啊,就是当这个家的女主人 哎,行了,我啊,先走了 行,萌萌,那你去忙吧 你看看你这穿的什么呀 我穿的是怎么了,老母不都穿这样吗 我告诉你,以后啊,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我说一啊,你就不能说二,我说什么,你都得听着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到没 行,我都听你的,你说什么,就做什么 那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二 谁让你说二的,我不是跟你说嘛,我说一,你不能说二 好,我知道了 还愣着干什么,去收拾东西去啊,家里活你不得干呀 这家务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现在我啊,坐这陪陪你吧 什么,你说什么,你一个臭保姆,在这陪我,我用你陪啊,赶紧去干活去 家里的家务,我都收拾完了 你还敢给我丁嘞 你干什么的 萌萌 萌萌,你怎么回来了 你在这干什么的 我没干什么呀 萌萌,你这还是我没干什么 要是我挂回来一点,你是不是又打人家脸上了 我没有啊,他一个,他不就是个保姆吗,我打他怎么了 保姆,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姐,我亲姐 萌萌,你,你说什么,你没有骗我吧 他怎么可能是你姐呢,他分明就是一个保姆呀 要不是萌萌说你还真以为我是个保姆了吧 萌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 萌萌,不是这样的,你错怪我了,我,我在给姐开玩笑呢,姐 萌萌,开玩笑都打到脸上了 萌萌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萌萌,我说,现在的女孩子都视力 萌萌说,萌萌可好了,说你怎么怎么好 萌萌,我不相信,看来,你还真不是什么好人 萌萌,是啊,萌萌,原来,我以为你啊,心里多好,不图钱 萌萌,现在,我才看出来,原来,你是这样一种人 萌萌,那都是误会啊,姐,你打我,你打我一百遍都行 萌萌,我不打你,我一巴掌都不打你,你现在能给我走,给我滚,不要在我家 姐,我不走,我是真心喜欢萌萌的 真心,现在还敢给我谈真心啊 萌萌,我告诉你,你的为人,我已经看透了 萌萌,即使,她不是我姐 你这样,对待一个人,我,也不会要你 萌萌,我,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我不应该这样对姐的,我不知道,萌萌 你错了,错了什么用啊,能回到过去吗 不能,萌萌,认清现实吧,赶紧给我滚 萌萌,我不走,我走了,我上哪找你这么有钱的呀 赶紧给我滚 萌萌,滚啊 姐啊,这一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啊,我啊,还看不清萌萌是什么样的人呢 哎,不过姐啊,今天可真是辛苦你了,让你挨了两巴掌 萌萌,什么都别说了,以后再看人啊,多了解了解 姐,这个你放心,以后啊,我再找女朋友,一定擦亮我的双眼,不会再看错人了 行了,弟弟,知道就好,走,咱去吃饭你 行,姐 我回来了 萌萌萌啊,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了 我今天不是开心吗,开心,多喝一点,怎么了 你这也不能天天喝酒啊,你看你都喝成什么样子了 哎,我喝成什么样,要你管吗 你这话说的,怎么不用我管呀,我可是你老婆呀 是,是,是,你是我老婆,但你总不能挡着我喝酒啊 行了,对了,你这个月啊,工资发了吗 哎,发了啊 那你发了,怎么没有见钱呀,我 哎呀,这钱啊,我不是用着呢嘛 哎,再说了,你这个时候要什么钱啊 我要什么钱 这个月啊,生活费,那不得有啊 那你,孩子,你父母,不得养活呀 那家庭开销,我不需要钱呀 你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上个月,不是给过你二百块钱吗 你呀,还好提上个月,上个月那二百块钱,还不够 我买菜的呢,让我们怎么生活呀 哎呀,行了,行了,我,困了,不可以在这说话了,我走了 不行,你不只能走,你给我爸话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这有什么好说的呀 龙龙啊,你说说,自从我和你结婚啊,每个月工资,你那八千块的工资,你每个月只给我二百 你什么意思呀,你一家老小不太养活呀 你让我上哪弄钱呀 你这天天出去喝酒,家里的活,家里的事,从来不问 还不都是我自己喂吗 唉,这怎么了,你一个女人家,你不应该管家里的事啊,我一个男人啊,管什么家里的事啊 是啊,你说的对,我是要管家里的事,但是你还得给我钱呀,不然我怎么管呀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和你说了,你呀,就在这待着吧 这个龙龙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家里的事呀,他从来不管 我要是能出去挣钱啊,我才拦着管家里的事呢,我这不是为了家吗 天天受这等气,这种日子啊,我是过够了 呦,你醒了呀 睡醒了,老婆 你可真是个大功臣呀 老婆,你这又是说什么话呢 老公啊,我问你,你知道你昨天说了什么话吗 什么话 我,昨天,我就记得,我喝完酒,就回来了呀,我没说什么吧 是吗,你真的没说什么吗 我怎么好像听见昨天有人说她找了个小妹呀 老婆,我,我,我肯定没说过这话,绝对不可能 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 你这个月的工资呢,是不是该上缴了呀 啊,工资卡,呃,行,卡是在我这儿 但是啊,这卡我不能给你 为什么呀 我啊,还要喝酒呢 喝酒,你喝什么酒啊,给我 老婆,这卡里的钱,你啊,千万别取完,给我留点,我要吃饭喝酒呢 你,吃饭喝酒,吃什么吧,喝什么酒啊 你这一家老小,还在养活呢,还不够花呢,你还吃饭喝酒,好意思说呀 行行行,这卡你拿着,我,出去啦 真是的,本来一个月工资就不多,还让我给他留点,也不够我没花销的呢 哎,这工资卡啊,终于到手了,这个月生活费也没有了,这总算有保障了,我呀,得赶紧把这个钱取过来 哎,真是气死我了,这个龙龙 这一个月的工资,本来就不多,就八千块钱,这我去取啦,怎么就剩三百了呢 这剩下的钱,他去哪儿了,肯定是他在外边啊,又花哪儿去了呢,还指不定 不行啊,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他 喂,在哪儿呢 赶紧给我回来,我有件事想找你说 行了,不和你说了,赶快回来 我挂了 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真是气死我了 老婆,你叫我回来干什么 我叫你回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什么事啊,这么大气 我呀,刚才拿着你的工资卡去取钱去了,你知道卡里还有多少钱吗 卡里还剩多少 三百,就剩这三百了,你说说,剩下的,去哪儿了 你说,八千块钱,现在就剩这三百了,那七千七,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放在其他地方啊 老婆,我也不知道,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喝酒,不应该花这么快啊,怎么就剩三百了 是啊,你得问问你自己啊,你自己花哪儿去了,你说说,还剩这三百块钱,够干什么的 你一个月,八千块钱呢 媳妇,你看啊,上个月,我给你二百,现在这卡里还不是有三百吗,比上个月还多一百呢,你先用着 老公啊,不是我说你,上个月啊,你给我二百块钱就算了,那是因为你有事,这个月给我三百块钱,连基本开销都不够,什么电费啊,水费啊,你让我怎么办 唉,你,实在不行了吗,我,找我老板,借你啊 什么,你还给你老板借钱,是不是你以前也和你老板借过钱,你说说,你借你老板多少钱啊 我啊,就借我老板两千多块钱啊 什么,两千多,那可不少呢,我看啊,这日子啊,没法过了,我要和你离婚 离婚,萌萌,我们这过得好好的,你怎么说,离婚啊 这日子啊,没法过了,不过了 萌萌,萌萌,你,你别走啦,萌萌,我知道错了,你别走啊 知道错了就行了吗,你啊,整天啊,就知道喝酒 天天啊,不在家,也不知道顾家 你说,这个家,你管过什么,这日子啊,真的没法过了,我就要走 萌萌,你别拉我,萌萌,我知道错了,萌萌,你原谅我吧,我不会了,以后我不会了,萌萌 行,先站起来吧,咱们好好说 萌萌,你说,你不离开我,我就站起来 萌萌,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萌萌,你先站起来,咱们回去,好好说 萌萌,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你,你不要走啊,萌萌,你放心,以后啊,我肯定回家着想 我啊,做家务,还有,萌萌,我那工资卡,没,我直接给你,我上交,以后啊,我一分钱不花,行不行 萌萌,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能保证吗 萌萌,我发誓,我发誓,我,我绝对能保证,萌萌,只要你不走 行,萌萌,我看你,决心也这么大,我啊,就给你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可要把握住 行行行,走,走,萌萌,我给你做饭吃,走,别生气了,走 好惨